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友朋来访故意乐乎 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在工作 学业 经济与生活压力都极大的戏骨 许多人把自己包装在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但 是否在夜蓝人静之时 内心深处依旧积极光明呢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似乎都有一块隐藏的暗夜 不是他人所能看见并探索的 今天谁来做客的嘉宾 Tissy李 李祖昌博士 和说是人人倾现的天之骄子 台大电机系毕业 取得美国史丹佛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 短短几年内 Tissy就成为一家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科技公司的副总裁 但是 在这样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光环中成长的他 却遭遇一般人无法承受的伤痛 而重重地跌入了死因的幽谷中 也因此被忧虑症缠身 到底他的人生走过了怎么样的低谷 这集的谁来做客 让我们来听一听 Tissy真诚分享 他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心灵暗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n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今天很荣幸为您邀请到TC 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欢迎TC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TC我想你好像曾经经经历过 他丧子之痛 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段经历 OK好 那个就是在几年前 其实我孩子我儿子他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他一向都是一个很活泼很快乐的小孩 可是那段时间在他的学校发生了很多小孩子年轻人自杀的事情 那我孩子他跟我们讲说他有忧郁症 然后我们就想要把他去找心理医师 对 是他自己发现他自己有忧郁症吗 对 还是有什么样的症状让你们注意到他有些不一样 之前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症状 然后他跟我们讲 可是他跟我们讲说他有忧郁症 希望我们帮他找心理医师 可是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 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接触过这个 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找 然后我们就去找 结果发现说这个心理医师都被排满了 所以这个需求量也很大对不对 不像我们想象的 对不像我们想象的 然后结果排了两个礼拜才排到 然后从我们第一次 他第一次看心理医师 然后中间到他走一个月 好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 我们完全措手不及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情 对 所以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事情 我们知道说忧郁症 你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真的不能忽视 不能忽视 因为他是像身体的疾病一样 然后会有性命危险的 对对 而且他也可能是急性的 也可能是就像我儿子的事情 他不是经历过很长的时间 就一个突然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人家得什么急性肺炎 很短的时间之内就 就走了 就故事了 对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心理疾病也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在那个之前 其实你们没有注意到任何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就忽然 可是我要讲一点说 就是说那段时间在我孩子的那个学校 就是发生了很多这个小孩子自杀的事情 对 那有很多事情我们事后才了解这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我发现说我的孩子他 他企图去帮助很多有忧郁症的孩子 他好善良哦 对在那段在那段时间 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说在他那个晚上的时候很晚的时候 然后跟我讲说 爸爸你现在带我去去去找一个朋友 他这个朋友现在可能会有自杀的危险 我记得很清楚我开车开车带他去 然后走到走到那个他那个朋友的家附近 然后在那边路边停下来 然后呢他就我就看着我的儿子就就走走走走 走到黑暗里面去 嗯 然后呢两个小时之后 我看他从那个黑暗里面走出来 对 然后走到车子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 嗯 跟我说爸爸 嗯 我的朋友现在安全了 你会觉得说他去帮这些朋友的时候 也因着这些朋友而影响了他自己吗 是是让我觉得羞郁症是会影响 嗯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以前这个 这个哥德所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对 对不对 很多年轻的时候会看过 对不对 没错 少年维特烦恼 他写的他那整个故事就讲一个年轻人 嗯 他恋爱 然后失恋了 对不对 然后失恋最后自杀 嗯 可是你知道少年的维特烦恼那本书出来的时候 造成 自杀率特别高 自杀 自杀潮 对 所以那你说这是什么影响呢 对 这就是你收到的讯息会影响 没错 那有很多心理医师 心理医师当他们那个看了很多病人的时候 心理医师自己也会得忧郁症 对 尤其像孩子还这么年轻 对不对 他可能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去帮他们的时候很容易会受到影响 那你会建议其实爸妈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陪伴 或是如何来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说 你真的是要晓得这个有这个awareness 你知道你要紧觉有这种忧郁的症状 出现的时候 大概会有哪些症状 我们如果要注意的话 忧郁症的时候 其实你看心理医师都会告诉你 就是说那个你觉得很没有劲 然后平常很有力气的 然后突然之间你觉得说早上不想起来 然后很没有力气 对不对 那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说他很觉得生命好像很没有力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忧郁症 你看忧郁症这个英文叫depression 有很多人以为说忧郁症好像相反就是快乐 其实我的认知不是这样 它并不是快乐的相反 忧郁症的相反就是生命 因为depression是什么意思 depression就是泄了气 你的生命里面一个气球 你看一个气球里面要冲了气 它才能够 才能够有力量 才能够扬起来 你看 你到那个去很多卖车的地方 它会有个大猩猩 对不对 然后冲一个气 然后远远的你就看到 哇一个大猩猩在那里 对不对 可是那个大猩猩呢 它必须要一直打气进去 它只要把那个气一关掉的时候 它就卸掉了 对 所以忧郁症呢 就是说里面没气了 嗯 For some reason 对 那个气不够了 对 为什么那个气会不够呢 嗯 其实我慢慢 这几年来 有经历到之后 我也 因为 我儿子走了以后 连我自己都得到忧郁症 是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以前 也是很乐观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忧郁症 那一阵子 你觉得你有忧郁症的那个阵子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 你会觉得你是处在一个 完全的黑暗里面 嗯 然后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 你知道 然后就在一个 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 那你怎么从这个深渊走出来的呢 对 所以 所以我现在讲说 我回到刚刚讲说 嗯 这个忧郁症呢 我了解 我慢慢了解说 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connection 嗯 你知道人的头脑 人的头脑其实 是很多神经细胞连在一起 变成一个巨大的网路 对 嗯 你听过一句话讲说 这个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对 没错 没错 中国人很喜欢讲这个 对 可是中国人讲的是说 如果你跟这个 这个掌权的人有关系的时候 做事的时候 做事就很顺利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道理引用到我们人生上面 也是一样的 是 其实你人生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关系出了问题 嗯 你知道 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的身体一定会进入一种 心理的 心理的不健康的状态 嗯 那 那你从外面的关系 你是跟你的家人的关系 你跟你的妻子 丈夫的关系 你跟旁边人的关系 对 那你跟这个世界环境的关系 嗯 你整个神经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关系的网络 其实很多忧郁症的药 他真的在做的就是在 在改变你的那个神经传导 嗯 很多时候 忧郁症的话 他有三 这是我后来听一个 一个医生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这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嗯 他说这个 忧郁症呢 嗯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嗯 第一类他把它叫做说是 Black 什么叫Black呢 就是说这种完全是 physical 嗯 完全是organic 身体的 对 所以你的体质 你的神经传导物质遗传 忧郁症 对你有说某些 身体上面的问题的时候 对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神经传导不通了 嗯 那马上这个 就像血液不通了 血液不通的话 你马上细胞就会缺氧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废物没办法排除掉 然后没办法介绍氧气 马上马上你身体就会生病了 没错 所以像这种可能没有什么外在因素造成的 对 这种的话呢 是Black 那这种Black的话呢 基本上是要用药物治疗 对 对 然后呢 那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说他把它叫做说是那个Rusty 嗯 什么叫Rusty呢 他说Rusty的原因啊 是来自说 你这个过去的人生有很大的trauma 嗯 这我们常常听过对不对 你经历过人生有很大的打击 对 那打击的时候会造成 你在你的心里上面有个很深的磕痕 没错 也许他童年的时候被虐待 那那种东西一直在他生命里面 所以每次他只要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刺激他那个反应 那他就会掉入一个那种 深渊 深渊里面去 那这种的话呢 它是因为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在他心里上面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磕痕 嗯 这叫Rusty 那第三种的话 是属于这个situation 嗯哼 就是说 你遇到一个shocking event 对 可能像你刚刚提到你的经验 对比如说我丧失的儿子 对 对不对 一个这样的event 这个event的话会造成的问题 嗯 可是这个精神科医师呢 他做了很多年的医师 然后他 他最后做个结论 他是说 这三种忧郁症里面 只有第一种需要用药物 嗯 另外两种的话呢 药物都没有没有办法 所以另外两种的话要做 另外两种是属于 纯粹心理上面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呃 当有犹豫症或是面对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科学的发展 有很多药可以 可是你也不要完全都是相信药物 是 因为今天主流的科学 尤其是西医 他认为说 呃 一切人 人的身 人就是这个细胞组成的 就是原子分子组成的 你只要去改变这个原子分子的话 这个人的问题就没有了 可是人是more than 我们比较复杂 对 人是有身心灵 是 不是只有身体而已 是 对不对 所以人还有心灵的部分 对 对 你用个打个比方就是说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电脑 有软体跟硬体 嗯 对不对 hardware跟software 对 你的身体是hardware 然后你的心灵是software 是 你的hardware可以完全都正常 对 可是如果你里面run的software是virus 还是没办法 你那个hardware根本什么事都不能做 还是没办法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当然有的时候你hardware坏的时候 真的是hardware坏的时候 你可以去修那个hardware 对 可是有的时候你的电脑的问题 今天我们常常遇到电脑问题 不是hardware的问题 对 尤其你连到网路上 网路上很多病毒跑进来 嗯 那个病毒一run 那个电脑本来是很快的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嗯 在电脑上连了 在网路上连了很久越来越慢 最后 就会动了 这时候怎么办 嗯 要把那些病毒清掉对不对 对 那清掉那个病毒 你的电脑里面的CPU 记忆体全部都好的啊 嗯 城市有问题了 嗯 要把那个城市改掉 所以很重要的是要能够identify 问题出在哪里 对不对 对啊 那 那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 就是说 呃 第一个我感觉到 我经历到那个 呃 很黑暗的时候 嗯 那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这个 呃 我儿子走了以后 嗯 然后 有一次我真的是 嗯 因为 儿子走了以后 我和我太太 都很难过 定的 然后很多时候 当这个丧失了 最亲的人 丧失丧失丧失 尤其是丧失孩子的时候 我知道 有一些丧失孩子的人 也跟我分享 他们 丧失孩子以后 反而造成他们婚姻会有问题 嗯 有很多 很多夫妻 丧失孩子以后 夫妻就离婚了 你不知道如何相处下去了 是不是 不只是 不只是这样的 而且 因为 因为 你会掉入一个 呃 内疚的一个死 你会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 嘿 假如说 我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就可以保护他了 对 然后你会 呃 责怪自己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会想 你可能会责怪别人 嗯 所以如果你那样做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的孩子就还活着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当这个指责自己 指责对方 然后再加上 很多夫妻本来也有 本来有问题 关系上也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就会造成更难过 不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 其实那一次 我真的有一次 真的我走 我觉得我自己都走不下去 因为 因为 那个 孩子走了以后 跟我妻子之间 也有一些tension 然后呢 我在那边 又在那边很自责自己 我就有一天我突然 就是真的真的 掉到黑暗的深渊 因为觉得完全是一个黑暗围绕的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嗯 结果那天呢 欸 我正在最黑暗的时候 我电话响了 然后呢 拿起电话来 在对是我妹妹 打电话给我 嗯 然后我妹妹说 哥哥你去看 那个 门口是不是有个包裹 然后 她寄东西给你嘛 我就到门 对 我就到门口去打开一个包裹 然后呢 打开来看 打开来看什么呢 里面是一个 很漂亮 很精致一个 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一个雕像 嗯 你知道 然后呢 我就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雕像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心里面有力量 嗯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我妹妹说 你为什么会 这个时候送这个雕像 这个给我 我也 也不是我生日 也不是什么 她就说 那几天前 她在电脑上面往路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有个广告出现 那南美洲有人在做手工艺品 嗯 就是这个漂亮的 然后她看到这个 在荧幕上看到这个时候 她心里面就感动说 要买这个来送给哥哥 对 她就把它买了 然后寄过来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知道 嗯 真的是上帝在安慰我 因为当我看到那个 当我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雕像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到 我本来是在看着我旁边 这个黑暗的环境的时候 嗯 当我看到那个雕像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那个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然后他是那么圣洁美丽 没有罪的 可是竟然上帝 愿意让他的儿子 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嗯 我在那边看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我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面 我想到了 他为了我死了 而且复活了 所以有希望 所以当我抬着头 不再看这个旁边的黑暗的环境 而看着那个十字架的时候 他给我力量 就把我从这个黑暗里面 就拉起来了 就拉起来了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适中的环境 可能是一个监牢 是一个困境 嗯 可是你要知道一点 你的心里面 对 对不对 然后所以可是呢 你的心里面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心里面所接受到的是 什么样一个program 嗯 是你一个program 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被困住了 对不对 因为旁边的环境 如果你 因为你的生命 如果是要依靠旁边的环境的时候 那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就被困住了 没错 可是如果你的生命是 不会被这个环境所困住 不管你外面是好是坏 是高山是低谷 可是你的心里面永远都有一个 望上仰望的连结 所以信仰对你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在那个时候 如果不是因为有着信仰支撑着 你可能就爬不出来 我就走不下来 而且这个信仰 信仰 就我个人而言 这个信仰不是只是 有些人没有信仰的心理学生 他可能说 这就是一种 一种这个心理的药嘛 对不对 因为你找一个心理的寄托嘛 对不对 可是我所看到的 这不是只是一个心理的寄托 因为心理的寄托 怎么会正好在我需要的时候 送一个礼物来给我 其实说到这个我刚刚也很想问 所以家人也是一个很关键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妹妹送给你这个东西 你家人的关心也帮助了你能够爬起来 那像在这个过程 你觉得家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或是家人应该如何来做 能够帮助那个忧郁症的患者 或是在那个黑暗里的人 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来 我觉得家人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个 你要一定要陪伴 家人或是亲友 你知道 那个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底是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其实问题也不是我们知道的 你知道 那你就企图去能够去跟他同哭同乐 对不对 陪伴 那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家人的陪伴 也有一点点给你压力 会不会这样 是啊 因为有的时候家人的时候 他里面会有一些标准 他会说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开始就有一些教导 我觉得陪伴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要去教导他 因为有的教导的时候 你可能对他跟他伤害 真的 因为你给他更大压力 真的 对不对 你真正要给他就是 就是take他的状况 然后陪他走那一段 对不对 陪他走那段 我觉得那非常重要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在华人的家庭里面 那个 我们真的做得很不好 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吗 有一件事情我们做得非常不好 就是说 我们华人的父母 其实很不会赞美孩子 好像我们就是世世代代都是这样下来 对 因为我们自己 从小成长的过去也是这样的 你不会嘴巴来讲去赞美孩子 对不对 那 那我觉得赞美 在给他这个 讲这个正面的话 那个对他会产生很大的打气作用 我刚刚不是讲吗 我觉得 忧郁症是没有气了 对 那如果没有打 没有气的时候 你还要给他泄气还是需要打气 他就是没有气了 对 那你用什么方法可以给他打气呢 你知道 你如果去责备他 绝对是在泄气 泄得更快 可是你在赞美的时候 你知道赞美有很大的力量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赞美的时候 你那一整天就心花怒放 真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一天好像 走路都想要跳舞 如果人家给你一个 如果这个赞美你听起来是真的 对 而且赞美到你的心里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种经验 你那一天 没错 你那一天你好像都被打了气 没错 如果你一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被人家骂了一顿的时候 你这一整天都像泄气的皮球一样 对 你听懂我讲一次的 那这个 这个不是药的问题 最好的药就是你 你嘴巴讲出来的话 对不对 你讲出来的话 给他一个正面的能量 加在他的生命里面去 你就给他打气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从内心发出来的赞美 对孩子的赞美 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是华人的父母亲 你是父母亲 他从来没赞美孩子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 要开始练习 赞美孩子 开始去赞孩子 而且是很真心的去赞美他 你知道吗 那个 因为很多孩子 当他走不下去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他没有价值 自我否定 他最后会走入一个绝路了 他觉得他人生没有意义 他说我活着干嘛 可是如果他觉得他的人生的目的 是为了要他有表现他人生才有意义 对 因为父母亲给他的观念就这样 你如果进到Stanford 进到哈佛进到好的学校 哇你的人生就有意义 如果说你现在读不了大学 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 你就没有前途了 其实人生的价值有很多方面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父母亲真的是要警醒一件事情 真的我要跟父母亲讲 你是要你有个孩子活在你的面前 对 还是你要一个孩子进到Stanford 然后他进到Stanford 第一年他就去自杀 你知道在长春程度 需要很多孩子去自杀的 自杀率特别高 对不对 我不是说你不要努力 你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你生命里面要有个力量 来支撑你 那个力量 孩子要希望从父母亲里面得到肯定 所以第一个你要赞美 第二个我觉得 你一定要表达 真的表达你对孩子的爱 对 给孩子一个拥抱 跟他讲说 妈妈爱你 爸爸爱你 要让他真的听到心里面去 好像对很多中国父母 这好像觉得有点别扭 还是什么 我们不习惯这样做 因为你知道 我走不下去的时候 旁边都是黑暗的时候 是什么力量让我 开始抬起来 头在前面 因为我从十字架上面 看到那个爱了 因为十字架是爱最好的表达 对不对 那是一个牺牲的爱 那个爱 没有条件的那个爱 那个爱 马上就让我一个泄气的皮球 冲起气来了 那这样子的爱的时候 所以我说 你如果自己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爱也不够 我自己都很有 自己都是泄气的皮球 那你怎么去帮助你的家人呢 可是我跟你讲说 当这样的时候 你就抬起头来吧 抬起头来看着天 对不对 上帝爱你 上帝会把那个爱的力量 放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被神爱满满的时候 我们就能给出爱 当你被充满这个爱的时候 你的爱才可以给出去 对 我自己不可能产生这爱出来 我要了解这一点 对不对 这爱是从上帝来的 上帝造了我们的时候 给了我们爱 年轻的时候你很有爱 很有理想 好像一个 你带了一罐水 然后要走到沙漠里面去旅行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越走越没水了 越走越干了 越累 越累了 走不下去了 然后走到最后的时候 好没有劲啊 年轻的时候很有力气 那本来的时候 刚刚结婚的时候很有爱情 最后柴米油盐酱茶 走到最后只有生活 没有爱情了 都抹掉了 因为你的水已经干掉了 可是水干掉的时候怎么办 你在沙漠里面水从何而来呢 对不对 我们要从那个水源来 对不对 上帝就是爱的来源 因为上帝就是爱 神就是爱 所以如果说我们 知道我们怎么 所以我才说没有关系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 关系最重要一个关系 就是跟上帝的关系 当你的生命没有力量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力量关进来 对 所以我觉得从他那边得到力量 然后呢 你才有力量去陪伴旁边的人 对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你一定要保持着 给孩子一个正面的 正面的讯息 给他打气 没错 没错 而且真的你就是 实时的在观察着他 他小脸座垮下来的时候 赶快帮他打气进去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 大部分的人 是不是都有家庭医生 每年都会做健康检查 对 可是如果你现在做个调查 有多少人他有心理意识的 有多少人每天会去 每年会去做心理检查的 对 所以心理健康状态也是很重要的 太重要了 我用电脑做比方嘛 对 Hardware Software Software其实比Hardware更重要 真的 那你Hardware Software里面有一大堆Bug 一大堆问题 你这怎么弱呢 对 然后你这有一大堆问题 你也不去修那些问题 对不对 你身体有病赶快去修 感冒赶快去吃药去看医生 那你身体 心理里面有更大的病的时候 我们都忽略掉 你也不去寻求帮助 对 对 那你不知道这个病很危险 这些病会致命的 真的 对不对 你在家庭里面 如果说你的关系不好 有的时候病 其实从一个表面症状 就可以看得出来 最好检验这个心理问题的 一个方法是什么 看你的关系好不好 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关系上面 你回到关系 你跟旁边的关系怎么样 你是 每天我回家都觉得 要面对老婆 要唠叨 然后要看到这个先生 什么事情都不做 然后最好希望在家工作里面 多做一点回家 回家 不要回家 对不对 所以回家里面基本上 它没有关系 对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家 在家的夫妻之间 没有真正亲密的关系 那你没有关系的时候 你这个家庭 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家庭 是 这个不健康的家庭 怎么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 温暖的保障呢 孩子怎么能够从心里面 得到一个支持呢 所以你要保护的孩子 最件事 你先修复自己的关系 我跟你讲 我真的跟父母亲 做一个良心的建议 如果你想要保护你的孩子 就从修复你夫妻的关系开始 从建造你的家庭开始 因为唯有家庭是这个 孩子最好的保障 很多时候 当这些城市出现 这个很多孩子自杀的时候 他们都来怪罪说 心理医生不够 学校给孩子的课业太多了 学校的压力太大 我跟你讲 That's wrong 我跟你讲最大的责任 这是家庭 真的 外面人永远没办法 取代你家庭给孩子的 给孩子的保护跟支持 如果他回到家里面 家庭就是一个战场 那他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怎么能够得到任何支持呢 对不对 然后有些人说 学校课业太重 要把课业的压力降低 我觉得这也是 不是抓到重点的问题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你把高中的课业降低 他到Stanford课业会降低吗 没错 他到Harvard课业会降低吗 而且不只课业 你以后出社会 也是有很多各种的压力 你在外面的社会的竞争压力 对 对 没错 那你现在把它降低了 那你以出去 他将来出去倒得更快 对 你听过有一种孩子 是那种 是那种身体没有抵抗力的孩子 他只能生活在乌菌室里面 他一出去以后就死掉了 他根本没有能力 招加任何细菌 这个世界 越来越来越压力越大 对 所以重点不是说 你要把他压力减少 而是让他里面有力量去抵担 就像你看到那个picture 那个充气的猩猩 嗯 外面本来就有压力 对 重点是说 为什么他会扁掉 是因为没有气了 对 重点是里面要打气 而打气的来源 最大的打气来源呢 在你的家里面 是 如果你家里面你觉得 我也没气怎么办 那你就像是很仰望啊 对不对 你有一个最大的气的来源 没错 对不对 他会给我们气 你的关系有问题了 关系中间 关系 你夫妻的关系中间 有隔阂了 有问题了 你把这个问题 求上帝帮忙 让我们修复这些问题 让你的家庭重新开始充满气 然后这时候 你就用这个气 可以去供应你的孩子 对不对 所以你的孩子就也很棒 你的孩子就可以这样 今天真的很谢谢tc 以你自己的经验 这么好的给我们分享 真的是我们就是 仰望向神的时候 知取那个气 然后供应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就整家 都可以欣欣向荣 是的 非常谢谢tc今天的分享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些阿宁叫擅 Most of the help from the bunny wszystkim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SOLA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